两千多年前铸造的这种秦半两是我非常喜欢的品种 像这种制锋比较规整的一般都是标准的秦统一的半两 半两它分为赞半、秦半还有就是汉半 汉半是汉代铸造的半两 八株六株还有就是四株 秦半两就是秦统一的半两 然后战国的秦铸造的半两我们叫战半 战半制风非常的粗旷 铸造风格多样 很多重量都很重 有的甚至达到了十多克 价格也特别的贵 这种半两钱大家一定要注意 个头并不是他们价值的标准 重要的是它的 自风、品项还有就是重量 一般而言 重量越重、价格越贵 这个的重量是7.38 这个的重量是7.34 这个的重量是6.3 这个是5克 这个是6克 一般而言 智口品项非常出色的 如果是5克的话 价值在50到100 如果上了6克 品项非常好的话 价格在1、200 一般上了7克 那么他们的价格至少都是两、三百 到10克左右 价格基本上就要大几百上千了 大家收藏半两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 市场上面假货、房品也是非常多的 另外就是半两钱 它的铸造并不像现在这么精准 所以说大家收藏的话 对它的品项要求并不要特别高 要不然基本上买不到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